许晴1969年1月22日出生于北京 今年50岁了 由于保养得当 依然保持着较好的面容貌和苗条的身材 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 被网友们称为不老女神 近日 长春国贸看到 有网友在图书馆偶遇许晴 正在认真地挑选书籍 该网友称 看见许晴一直在找书就没赶上前打扰 远远的偷拍了几张照 照片中的许晴戴着帽子和墨镜 十分低调 49岁的许晴一直被大家称为动灵女神 她的颜值和外形也是和称呼很吻合的 而且像许晴这样的大灵公主 还非常有演技 这次也是获得了金马奖的提名来到了活动现场 没想到还是红色礼服 熟悉许晴的人都知道 她经常在活动中穿红色的服饰 时间久了也感到千篇一律 现身机场的她 私下的造型倒是很少女很随性 红毯中的许晴 又是一身亮晶晶的红色礼服 这也是许晴参加活动经常选择的颜色了 不过这身造型和以往不太一样 这是一身中性风的西装风格 比礼裙更有气场一些 途中许晴穿了修身的西装外套 显露出纤细的腰系 而且许晴下身的裤子就像裙子一样 非常飘逸 很多网友想问许晴 为什么经常在活动中穿红色礼服 看到许晴在金马奖中的走姿 瞬间明白了 途中许晴与众多前辈站在一起 但是许晴的造型是最亮眼的 而且走起来的步伐非常有气质 感觉许晴就像前来 为许晴真的很爱穿红衣服了 这样的颜色对于50岁左右的人来说 也非常提亮 显肤色 很多人到了一定年纪 就很喜欢大红大绿的颜色吗 穿上去也很英景 在活动结束后 许晴还发布了这身造型的写真 途中许晴喜笑眼开 在画面中就像一朵牡丹花一样娇艳 非常夺人眼球 许晴在很多场合都穿过红色礼服 许晴前不久就分享过衣组照片 她一身红色礼裙亮相 画面非常柔美之性 感觉她身上开满了花朵 途中许晴这件礼裙其实是很大胆的设计 身V造型非常性感 但是许晴在里面加了一件打底衫 看上去就保守之性多了 在今年初秋的时候 许晴穿了这件纯红色的礼服亮相活动 画面非常美丽 看到许晴的身姿 也能明白了她为啥这么爱穿红色 感觉整体她的气质就不一样了 而且皮肤被称得非常白皙 气色也好了很多 这一件路肩里裙真的好适合她 把她身上优雅的味道都散发了出来 许晴不仅生活中爱穿红衣服 私下的造型也是红到了极致 在一张图片中 许晴穿着红色衬衫 画面非常柔美 许晴的尾卷发型也是很有气质 感觉许晴的年龄太适合这种造型了 把自己的皮肤状态凸显得很好 而且这种红色也不是很俗的红 非常大气 大家好 欢迎关注娱乐唱八卦 记得点右上角的关注哦 许晴豪宅被曝光 室内装修像宫殿一般 这分明是现实生活中的公主娱乐圈中 不少家室显赫的演员都有豪宅 这是毋庸置疑的 甚至不少大牌明星也有 属于自己的豪宅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说说许晴家的豪宅 许晴家的豪宅装修十分的好 堪比古代的宫殿 看来许晴的生活也是像公主一样啊 让不少网友羡慕不已 说起许晴大家应该不陌生吧 1969年出生的许晴已经49岁了 但是许晴将自己保养的十分好 一点都看不出已经是将近50的人 许晴在1988年的时候 还依旧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本科班 看来许晴还是一个好学生呢 更是在1992年的时候取得了学士学位 许晴的家境还是很好的 从小就生活在北京外交学院大院里 家中也算是一个书香门第 起点高还努力的许晴取得了不小的成功 1990年的时候出演了边走边唱 91年主演了林子峰导演的狂 1992年主演的电视剧 黄诚歌更是获得了中国电视精英奖 最佳女演员的提名 许晴不止出演过影视剧 也参加过不少的综艺节目 花宇少年就是许晴曾参加过 一档综艺节目 但是在这档综艺节目中 不少网友都认为许晴拥有公主病 其实现实中的许晴真的活得就像是一个公主 毕竟家都宛如宫殿一般 让不少网友都讨 repositani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